第二關介紹的就是 彭美拉斯對富明尼斯 這場球我也是選擇兩球盤 當然選擇主場的彭美拉斯 讓一球一球半 讓得非常辣,因為要贏兩球才贏完整個盤 我們看看為何我都要選擇他 坦白說,彭美拉斯 選擇就選擇他 最大的原因就是爭贏冠軍 當然,他距離第二,也有五分距離 我們先看看他最近踢的情況 其實他在10場的主場賽事中 是輸過兩場 和一場,其餘七場也贏 其實富明尼斯也不是一般 10場內贏了三場 和兩場就輸了五場 看看彭美拉斯 他今季很大機會獲得冠軍 其實主場賽事中 都經常贏了 剛才自由杯 出局了 其實沒有厚顧之憂 基本上就是 可以專心踢好這個聯賽 因為畢竟只剩下五場賽事 踢到差五分 距離第二位 如果有什麼閃失的話 隨時連冠軍都沒有 自由杯不能踢 感覺上不會差成這樣 感覺上就是 再之前也贏了 斯亞拉 又贏了 金美奧 還有聖寶羅 非常好的戰績 當然是 我們看看富明尼斯 其實 主場和利比斯特會 作客 籃球杯 帕拉利恩斯 又輸了兩顆 亦都是 在之前籃球杯 贏了 蒙特維多 國民隊 主場和1比1 作客贏了 所以晉級去到這場的籃球杯 他還有一場籃球杯要踢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又沒有什麼好爭 對著 爭取冠軍 希望 帕麗拉斯可以順利開出 我們看看 他本身兩隊球的積分 帕麗拉斯現在67分 富明尼斯 現在第10位 其實41分 你要上的 其實都是 距離 帕拉利恩斯 其實都經常有 六七分的距離 你要降班 都不是容易的 所以其實 彭美拉斯這場的 讓一球球半 都是直撥的